中国人喜欢中国人民解放军吗 这是一位美国网友在外国最大的问答网站cora上的提问 其实易姐觉得呀 我们中国人对于人民解放军的感情 作为一个美国人是很难理解的 当你们看到自己全副武装的军队 可能是充满恐惧 然而当我们看到自家军队时 则是充满希望 这种感情已经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了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 更多的是爱 人民军队爱人民 人民军队人民爱 就如毕业于德国马格德堡大学的网友 Alexander Bob的回答 军队的主要职能是什么 攻守兼备 犯财必诛 但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用是什么 捍卫和建设中国人民的幸福 当中国人遭受黑暗 他们拿着灯 当中国人挨饿时 他们帮助种植庄稼 当中国人物质匮乏时 他们生产人们想要的东西 当中国人遭受洪水时 他们会帮助人们摆脱洪水 当中国人遭受地震时 他们从倒塌的建筑物中 帮助他们抚养他们的孩子 当其他东亚人向西方下跪时 我们中国人仍然可以站起来 当一些殖民国家 仍然受到西方极其盟友的侵略时 我们仍然生活在和平之中 甚至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更和平 为什么呢 谁想破坏和平 谁就会受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惩罚 不管是谁 甚至是美国 网友Chris回答道 一张照片胜过任何文字 这是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 中国网友文祥晨回答道 当您忘记了钥匙 没有人可以为您开锁时 您必须联系开锁公司 但有时人们会害怕 如果开锁公司的人 偷偷配了我家的钥匙 或者他们装上了锁 以后就可以随意打开 来我家偷窃 这该怎么办呢 你可以在这个小广告中看到 他们介绍自己是老兵警察 他们甚至把老兵四个字的字体放大了 不管是真是假 也许你能理解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是人们信任和正义的保障 企业也以此 作为自身诚信和正义的保证 那家伙是个好人 因为他是我们部队出来的 至少在中国 我们会这样认为 他们会那样做 因为我们相信解放军 你能相信一个陌生人 来给你家开锁 打开你的房子 仅仅是因为 他是你们国家的士兵吗 我们可以 救灾结束后 人们把礼物扔在卡车上 你的士兵能相信 你们的人突然接近他们的车辆 并扔包裹吗 我们可以 紧接着网友 I am Dan 回复道 是的 当我第一次看到美国电影 将退伍军人描绘成 对社会的危险和威胁时 我感到震惊 后来才知道 他们的士兵是用来杀人的 而中国的士兵 是用来救人的 当一个人从人间地狱回来 他的心理健康 可能会受到损害 这是合理的 紧接着阿大亚回复道 你看他们把包裹 扔在解放军的车上 里面装的却是食物 如果一辆美国军车 被扔进去 相信我 车里的每个人都会逃命 你知道为什么吗 肯定扔进去的是炸弹 这就是区别 中国网友张家乐回答道 昨天我看到一个视频 记者去采访救灾现场 消防和武警正在吃蛋糕 几个士兵说 你先别拍了 你去帮我们买这包辣条 这菜甜的吃着 我们不能吃饭 我们穿上这个去买 让老百姓不收钱 不好意思 当记者拿来可乐和辣条的时候 士兵还不忘问 这个不是老百姓送的吧 是自己买的吧 自己买的 我看了这个视频 我的想法是 不要怪那些老乡不收钱 同1998年的九江 到2008年的汶川 再到今年的河南 每次救灾 我都会关注新闻 我注意到每一个细节 灾后部队 撤离灾区时 当地群众一直在送行的路上 许多人追着车跑 把礼物扔进车厢 这个扔的动作绝对不是不礼貌 而是你如果递给士兵 他们肯定是不会接受的 偶有一兵一族 众人犹如恶狼剑飞扬一般 冲上来 在他脖子上挂着锦旗 手里塞着礼物 小兵哭笑不得 只能先抱着他 然后转过身来 恭恭敬敬地 把他放在地上 然后跑开了 他的体力很好 乡亲们追不上他 总之 他们将永远站在危险 和人民之间 保护人民免受伤害 他们不像美军那样是 解放军是守护者 所以他们退伍后 也会受到尊重 美国士兵 却得了放伤后应激障碍 网友Robert大商回答道 当然 中国人民非常热爱 他们的解放军 为人民服务 是人民解放军的宗旨 无信追悼会上说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 是不幸的 一个有英雄 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 是不可救药的 而中国的英雄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国内 他们总是冲在 各个灾区的最前线 帮助受灾群众 面对外敌 在中国武器最差 经济最穷的时候 他们仍然击败了那些 想要挑衅中国的国家 他们是当时最强大的 超级大国 苏联 美国 联合国 和南亚霸主 印度 东南亚霸主 越南 为什么中西方 而在于他们做了什么 这种孩子仍不明白 自己的爸爸 为什么还不回来 妈妈 爸爸带哪儿去了 爸爸都随你去了 妈妈 爸爸 爸爸带谁你饿不饿 他不饿的 妈妈 我想爸爸怎么办 看天上的星星